长城哈佛H6 HEV在泰国上市仅一年 已累积8个月位居泰国CG SUV市场消灌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优秀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看 今天在罗永长城汽车工厂 2022年6月10日 中国冒促会驻泰国代表处 携中资企业代表团参观长城汽车制造 泰国有限公司 以东盟区域总裁张家明为首的长城骨干 做了热情的接待 2021年2月9日 长城汽车正式在泰国市场推出GWM品牌 并发布泰国市场核心战略 在汽车版块的话 业务包含汽车以及汽车零件的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长城汽车聚焦用户声音 持续创造全新用户体验 以新能源新智能新体验为品牌价值 致力成为泰国新能源汽车领导者 品牌上市一周年GWM三款新能源车 哈佛H6 HEV 哈佛Jolian HEV 欧拉好猫 已经走进泰国8000个用户的家庭生活之中 在服务网络上 长城汽车在泰国首创了涵盖用户体验中心 商超体验店 合伙人门店 官方线上商城思维一体的服务网络 作为中国品牌在泰国市场的汽车新势力 中国冒粗会驻泰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峰 旧车企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战略发表了讲话 为了促进中代企业合作与交流 中资企业在泰国本地化发展 冒粗会特别邀请了泰国南融码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喜元先生到现场进行交流 现在我们要去场区参观 长城 长城汽车围绕持续为用户创造全新体验的核心战略 是第一个在泰国推行新零售模式的汽车品牌 也率先在业内打造了用户委员会 通过建立用户 粉丝与品牌直接沟通的桥梁 让每一位用户的每一个需求 都能真正影响和渗透到长城的业务关键决策中 真正做到使用户需求 终于用户满意 打造汽车圈的服务即可 为了能够与更多年轻用户玩在一起 成为用户的智能出行伙伴 长城汽车率先在东盟市场发布了GWM品牌超级符号 超级符号采用两个大写字母G的元素 表达了GWM品牌与用户更加纯粹平等的关系 传递探索未知不断突破的品牌精神 呈现GWM有责任无限探索 编辑开放的品牌主张 细节之处见真章 此次的长城制车场之行让我充分感受到 长城汽车之所以在泰国畅销 正是充分展现了细节这门艺术 这为长城汽车全球化战略的关键一年 同时也是长城汽车在东盟市场加快推进的关键一年 2022年长城汽车将继续推进泰国战略 严工的人身安全保障好棒 届时有多款更安全更智能的汽车新品 敬请期待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或许多数元 或许多数元